三 四 四 六 海 洋 洋 洪 写 三 以后续说前故事 上述队伍北南北曾经的省四想望 融进了偏些高昂苍凉的表演里 但在这个突击上 省四博撒的理事剧情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通过另一种赏名延续下来 在馆整大地上不断地上演 一年冬天 刘彻带着彪骑将军获去病 狼终令礼杆到上林院里狩猎 渐渐地奔跑追逐中 蔓延起一股杀气 两千年后的又一个冬天 曾经的上林院猎场 一群戏狗又开始了一次疯狂的猎 这块土地上永远都有战战兢兢的裤子 杀鸡腾腾的戏狗 他们之间的角逐从汉代到今天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汉代到手里 这就是皇家汉代一个手里 这个西国是由皇家手里 听众它就是皇家的右眼 咬香骨 吹香肩 鱼吧就是像蟹子一样 戏狗的目标通常很明确 但有时候兔子却是被蒙在鼓里 直到被蒙在鼓里 被杀死李杆才明白 自己就是那只被追赶的兔子 直到看见李杆被杀死 刘彻才明白 自己并不是猎场上 掌控全局的那只戏狗 两年前 因为一个误会 李杆击伤了获去病的舅舅魏青 魏青为人忠厚 没有追究此事 但获去病却一直积怨在心 终于趁着上林院狩猎 获去病杀死了李杆 获去病射进李杆身体的那一箭 让刘彻格外疼痛 在我的猎场上 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岂能由他人擅自定夺 鞠躬自傲的获去病 今天能公然健阅黄泉 挑衅我的威望 谁能保证 有一天他不会把我 当作那只兔子 几个月后 二十四岁的获去病暴亡 而数此事牵连 因魏子夫 获去病 而盛极一时的魏氏家族的运势 急转直下 获去病事件 对刘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晚年的刘彻 失掉了自信 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疑心和猜忌 而这也影响到上林院的格局 刘彻统治的末年 上林院又开始一次大规模的施工 他命人修建了四百多里的城墙 和十二座高大的城门 并规定擅闯园林者一律死罪 城墙上常驻羽林军 园林里的昆明池也操练起水师 封闭取代了开放 关中的每一座村庄都有城墙围绕 这或许就是两千年前 柳彻微妙的心理变化 打在今天的烙印 多年的穷兵独武 逐渐退去了大汉帝国的光环 国库空虚 让上林院不堪重负 于是 刘彻把当年赶出去的老百姓回迁 将上林院里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重新租赁给他们耕种放牧 老百姓在上林院里 过起了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村庄又回到了上林院 皇家园林就像是一座巨型的村庄 祝福 mois 但无论是戒备森严的格局 还是恢复财力的举措 都不能阻止上林院逐渐走向衰败 刘彻暮年又一场宫廷斗争中 魏子夫和太子自尽 魏氏家族随之覆灭 在谁 魏氏家族 衰败只是繁华的另一面 衰败只是为了再次繁华积蓄力量 衰败和繁华在一起 才能组成完整的生命 等我完成生命远长圈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些山川河流 原林存长都不重要 本身带给了李良的诗 生活在这片图级上的响起父老 从李氏到今前 一路走来的诗 他们前百年来 传扑的诗 扑诗的情感 从未改变 长达十多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宫中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生冷硬绝 如果在汉代 他们就是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 驰骋厮杀的人 而放下武器 他们就是在田间劳作的人 就是这样的宫中人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 在两千五百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 建在了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皇家人领 上林院 也许 也许 也许